官方,你們可以賺我錢,OK 但是這次你們直接把保底擴展到250顆石頭 而且只有放進三張合作卡 剩下抽卡機96%都是垃圾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卡的星期頻道 那麼這邊我收到一位粉絲的來信 他說他對神魔目前感到相當的失望 並且他打了超長一串對於神魔的想法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位失望的玩家 對神魔有什麼想說的話 嗨,洪哥,我是一個追你很久的粉絲兼觀眾 我曾未抖內過任何的YouTuber 也沒加過任何頻道會員 但是有好幾次我真的想給你影片超級感謝 或者直播就直接抖內 我先說我有這個想法是最近禮拜三、禮拜四 10月26號到10月27號之間的直播 我非常感謝洪哥準時為我們玩家發聲 而且每次都是理性的 應該說合理的 說官方哪裡不好能夠改進 雖然說這兩天的直播我沒跟到 但是因為自己內心真的太氣憤了 所以我還是補課玩直播流檔看完了 說真的我自己也是從接近創塔 2013年的4月24號玩到現在經歷了3300天左右 而且我從來沒有退塔過 這款遊戲從我大學時玩到出社會後一直參與我的生活 聲望的人說 哇,你怎麼還在玩這款遊戲 到習慣我一直滑滑滑 我是真的很喜歡這款遊戲 而且也願意支持當初的神魔之塔 我可以問心無愧的說 雖然說我沒有到課金大佬的等級 但我不比微課、小課花的少 以前很長一段時間 我把神魔當作基金再投入 我都跟朋友說 我是每個月定期但不定額 定期一定會每個月課一單 但如果有活動或者是黑金 就課兩單甚至是以上 以前的35抽8張的年代 是每個版本都會抽好抽滿的那一種 還記得當初龐貝剛出的時候 我還花了快一萬元去抽複製人 現在想起來也真的是醉了 個人對於神魔之塔的玩法 以及新的商品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反彈 神魔從當初出神卡念壓關卡 到後來注重隊伍搭配 以及結板甚至做穩盾 我對於兩種玩法其實都是能接受 如果能花錢支持一間佛心公司 不花嗎? 早期的神魔如果對設計上面有所不好 或者對安排有所不妥 那個反應之迅速 而且補救的確實是在點上 現在呢? 我想說說這間公司令我最失望的 近三次合作 第一個數碼寶貝合作 當初戰報合作第一週就說第二週即將進化 結果第二週狠狠地端出了一坨屎 然後合作到後期藏到很後面才確定有合體 另外我不能苟同的是即使戰報加強了 強度只給一半 更甚至我覺得龍科無限減CD玩法是由玩家想出來的 因為合作龍科能力也不是攻擊次數極 官方原本加強根本就沒想過有這種效果 官方只是為了要出奧米加獸而犧牲了戰報的發展 對於合作IP有情感的絕對對戰報剛加有深刻的感情 在動畫一開始他們出來 就是屌炸天而在蛇魔的世界 戰報卻成了犧牲召喚奧米加獸過渡期的一張卡片 而戰報作為隊長或副隊長的玩法強度到現今環境 雖然不是首發隊長的一個強度 但最後大家覺得這樣子改強已經是多數人沒有意見了 那我也就不想多說什麼 只是身旁的朋友比我愛數碼 為了這次合作而回鍋 也因為官方這次的操作而直接氣到退塔 接下來一拳操人合作 這合作是我想退坑的幼苗 所以我首次調整了合作系列的抽卡次數 甚至機率提升還僅僅只有一趴 保底次數也直接增加到了210 願意課金的我說真的不在乎抽一個合作的黑金 但是強度居然給的那麼屎 只因為解數字盾的獨特性 以及拉角色豬加combo不會疲憊的特性 而這兩個特性就要賣210 我吃不下去 因此種一下幼苗的點就是 與黑金一樣的成本 但是不符合黑金的卡片強度 如果今天他敢給強度 我還不抽爆複製人嗎? 而且一拳奇遇老師在我心中也是神 這個合作是我有經濟能力以來 第一個跳過的合作 更甚至我連龍捲姐妹花也沒抽 因為我覺得為什麼要作賤自己 明明都不認同這次上修的神魔了 為什麼要給神魔一個賺我錢的機會 而且萬一我臉黑 就算加倍我還是要38 39抽才會中龍捲 那不就是等於乖乖把錢捧給這家公司了嗎? 接著來到最近的合作 很抱歉我不玩了 現在我要永遠的跟你say bye bye 兩天內洪哥講的已經很完整了 我猜官方應該是沒有要聽了 最後很感謝阿洪一直持續製作神魔影片 以及遊玩神魔之塔 謝謝你在我遊玩神魔的路上陪伴 如果在神魔轉型為做文盾關卡後 沒有你的攻略影片 或許我無法想出通關的劇本以及隊伍 也就因此退坑了也不一定 而在卡片都齊的情況下 就能只差劇本跟組隊了 以前我還會以全通關作為自己的一個小小成就 但現今的神魔環境想想也是相當可惜 卡片的泰幻率太高了 新出的卡片活的週期確實越來越速食 我還記得之前有一陣子 相當喜歡追紅哥的影片 是因為看到了你嘗試了很多舊有的卡片 組隊以特別的隊伍去通關 而非用當時的一線隊伍 然後我就會照抄去體驗一下 很久沒有出場的隊伍以及玩法 算是翻背包深層的卡片出來玩 然而現在我已經沒有辦法這樣 因為以前的卡等加強要等很久 或者說後面即使等到了加強 也都會成為隊員取向 或者是一時炒熱度 沒有辦法應付現今的環境了 另外我也非常喜歡一開始 紅哥地獄及娛樂場的那個轉盤 抽籤轉一輪讓自己設下限制 真的是非常好笑也非常的崩潰 也謝謝你在直播的風格 以及每次黑底紅字白字開噴 看了實在太爽了 也謝謝你一直以來沒有離開這個遊戲 也謝謝你一直以來持續玩神魔 謝謝 因為我不想成為合作馬後炮 或者再多說什麼的人 只是想要表達此時此刻 對神魔官方徹底的失望 生氣以及無奈 我希望透過紅哥的集氣 讓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氣 在猜心 也記錄下自己最後的遊玩 也記得曾經有一個我非常喜愛的遊戲 叫做神魔之塔 那麼以上就是這位玩家 把諸神黃昏寄給我的信中提到的所有內容了 那並且在信中他還提到了 他希望我能開直播 幫他的帳號的一些卡片全部刪掉 好讓他退坑可以退得更徹底 那你們覺得我應該開直播 幫他的帳號卡片給刪除嗎? 大家都可以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你們的看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不用了開啟下你的對愛鈕 請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訂閱你 那我是王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 掰掰